进入到2015年5月以来 有关于美联储加息的猜测 越来越甚嚣成伤 有分析师指出 美联储将在9月开始不情愿地降息三次 启动小新宽松周期 甚至荷兰合作银行表示 到明年年底 美联储很可能至少会降息五次 为什么美联储会降息 主要是源于经济前景预期很差 我们直接跳过经济数据 看看全球四大投行 摩根士丹利 摩根大通 高盛和花旗的态度 四大投行在5月下调 对美国经济前景的预期 并且警告全球衰退风险一升高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凯坦阿赫亚表示 全球经济最快可能在9个月后开始衰退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表示 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上升 环球经济家认为 分析再加上行情本身的实际走势 或许更能帮助我们发现真相 我们的研究团队研究了5月份金融市场走势 在5月份美国的主要粮食作物 小麦 玉米 大豆 纷纷跳涨 以玉米为例 5月13号最低价为343美元 到5月29号最高达到438元 短短半个月之间涨幅达到27.7% 并且从图表上可以看到 行情走势连续上破天图周图阻力位 上涨势头非常足 另一个也在5月份爆发的重要产品是黄金 黄金具有扛通胀母属性 在5月21号黄金最低价格在1269美元 短短10天后的6月3号 价格已经成功突破1300美元 涨到131美元 同时也形成了技术上的向上形态 一般而言 美联储降息意味着美元收益率降低 资金将从美国流出 引起通货膨胀预期 资源类产品的上涨 此次美联储降息的降息预期 和金融市场资源类产品黄金 玉米大豆等产品的走势契合 环球金融家认为 美联储在下半年降息的概率可能较大 这可能是2019年下半年金融券的一个大事件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将为我们重新定义 全球资金将由美国流出 通胀概念要了 对于要为财报保值增值的普通民众 我们需要提前关注 并且提前做好操作应对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 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 感谢观看